美国司法部1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 起诉一个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骇客集团 这个集团对美国国内外超过100家的企业 进行骇客攻击 入侵的目标还包括在台湾 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以及大学生 而这些中国骇客去年 还入侵了台湾一所大学的资料库 卸取了包括67000张 附有姓名的个人资料照片等数据 涉案的5名中国骇客在逃 另外有两名马来西亚籍同党已经落网 美国司法部跟联邦调查局的官员 大阵仗召开记者会 正式起诉这个中国网路骇客集团 司法部公开5名中国骇客的照片 司法部表示这个犯罪集团 APT-41全名是进阶持续威胁 41锁定超过100家美国与他国企业 及组织发动骇客攻击 台湾一所大学多达 六万七千多张负有姓名的 个人资料照片遭到APT-41窃取 早在去年8月已有网路安全研究人员 揭露这个组织除了为中国政府 执行骇客任务也会为了个人私利 而侵入企业电脑 受害企业包罗万象 有社群网站软硬体开发和制造商 非盈利组织 还有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参与犯罪的两名马来西亚集商人 涉嫌侵入电玩业者的系统获利 星期一在马国落网 美中关系日益恶化 中国政府主导的骇客攻击 要负相当的责任 刘雍伟编译 中国的疫情看似受控 但如今可能因为云南的防疫漏洞再次破功 这个月初一名缅甸籍女士 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两名保姆 从缅甸偷渡进入云南 还在瑞丽市区到处爬爬灶 结果其中两个人14号确诊 当局在当晚就紧急下令封闭式管理 时间长达一周 也要求全城的民众都要接受核酸检测 白天应该人声鼎沸的社区 放一旺去却是一片空荡荡 没什么人车 路边店家也几乎都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云南瑞丽市从14号晚间起 财新危机一周的封闭式管理 就是担心境外病例再扩大 这个月3号 一名阳性女子带着三名子女跟两名保姆 从缅甸偷渡进云南 之后待在瑞丽市区爬爬灶 活动范围非常广 包括菜市场 健身房 餐厅等地 直到10号 央丽发现自己失去嗅觉 就医后确诊 跟她同行的其中一名保姆也确诊 当局急忙封锁小区 瑞丽全体居民也必须接受核酸检测 确保没有漏网之余 我们设定了每天在500人左右的一个检测量 将现场等待检测的人员控制在20到30个人 目前云南8个边境州市以及25个边境县市 都进入防疫战时状态 严防疫情反弹 王宇伟编译 美国西岸森林野火烧不尽 烧掉的土地面积将近75个台北市 许多民众家园惨遭助容被迫撤离 美国西岸的空气品质也大受影响 奥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空气品质 现在沦为全球最糟糕的地方 受到天气影响 农烟也飘散到了美国东岸 甚至还越过大西洋抵达欧洲北部 另外有医生担心 野火产生的农烟会威胁到民众健康 感染新冠病毒几率上升 会导致疫情更加严峻 美国西岸多座城市烟沉弥漫 一片灰蒙蒙 不见天日 空气品质大受影响 奥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空气品质 沦为全球最糟 美国东岸的纽约跟波士顿 也惨遭其害 连橘红色的太阳旁 都是一大片烟雾笼罩天空 西岸这场野火灾情越来越扩大 烟雾顺之气流往东岸扩散外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控机构表示 已经追踪到从美西野火飘来的烟雾颗粒 向东飘到8000公里外的欧洲北部 西岸野火烧不尽 空屋严重 医生也担心这些农烟会加剧新冠疫情 增加民众的感染机会 医师警告即使民众身体健康有戴口罩 但农烟会造成肺部损伤 如果遇到确诊者咳嗽 会更容易感染病毒 受到疫情跟延会的双边夹击 美国当局呼吁民众多待在家 尽量不要出门 林毅其编译 泰国农民在收割稻田之后 鸭农就会放出鸭子大军到田里吃掉害虫 让农民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而这些鸭子大军在农田行军的空拍画面 宛如动物大迁徙一样的壮观 泰国传统农耕利用鸭子帮农田除害 这项除虫任务也让鸭子头好壮壮 鸭岛共生也成了当地一大特色 从空中鸟看地面上一片黑鸭鸭 迅速往同一个方向冲子移动 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上万只鸭子大军 在无人引导之下往稻田里冲 就好像东非动物大迁徙的场景 非常壮观 原来这些鸭子是帮农民出任务 这里是泰国中部的一处农地 农民收割完稻谷后 放出一万只鸭子冲向农田 负责吃掉稻田中的害虫 只瞧他们个个低头猛吃 帮农民除害 这是泰国的农业传统 鸭农饲养英国鸭品种卡奇坎贝尔鸭 鸭子在农舍成长20天后 就会被放到收割完成的稻田里 生活5个月 在复根前再送回农舍产蛋 农民利用鸭子的杂食性 吃掉农田中的杂草和害虫 鸭分更能作为天然肥料滋养稻田 成了农耕的好帮手 而鸭子大量活动 除了可以投好壮壮 更会刺激水稻成长 促进养分循环 因而产出优质的鸭肉和米饭 更达到环保效果 泰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稻米出口国 今年因反声音现象 降雨不足长期干旱 影响稻米收成 而干旱会不会进一步 影响压到共生的效益 也让农民悠行冲冲 综合报导 马来西亚英男子在家里熟睡的时候 遭野生猴子闯入 还偷走了他的手机 好不容易在丛林中找回了手机 结果打开来一看超傻眼 满满都是猴子的自拍照 就连手机被偷的过程 也都被拍了下来 让男子哭笑不得 如果拿只手机给猴子玩 这就会是猴子拍下的自拍影片 超近距离特写脸部 还把口腔 喉咙统统秀给你看 马来西亚一名男子 住家被猴子闯入 手机遭窃 但他终于在丛林间找回手机 发现猴子留下许多自拍照 还不小心把自己 行窃手机的过程 统统记录下来 让男子哭笑不得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 传出猴子有自拍天分 这张灿笑自拍 红遍全球 甚至引来善待动物组织关注 跟摄影师对簿公堂 要求将照片版权归给猴子 虽然最后由摄影师胜诉 但猴子自拍引发的争议 还真不少 的人好 编译 中文章